Give birth to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的重点字 好,这个字呢,我们念成birth 那birth这个字呢,它叫做出生或者是起源 那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每一个时候呢 每一年呢,每个人都有一个birthday,就是生日 所以你就知道呢,birth这个字其实就在birthday的后面 把day去掉,就是出生的那一天就是你的生日,就是birthday 那出生的这个字,我们就念成birth give birth to sb,这个sb指的是抹人somebody的意思 所以你把出生给了某一个小朋友 那他这个意思,我们中文就翻成生孩子 来,我们来看例句 the mother dog started feeding her babies after she gave birth to six cute puppies 我们看这个句子 the mother dog就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母狗 好,他说呢,这只母狗呢,started feeding 好,这个feed,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feed 它的意思是吃东西或者是喂养 那这个字要提醒同学的是,它的动词三态呢,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我们念成feed,fed,fed 那我们这边呢,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同学不妨也顺便记一下 我们说动物呢,以什么为食 主要,我们可以说成feed on,后面接食物 好,那这个字呢,我们可以用在被动语 太feed的过去分词,表被动的时候念成fed 所以我们英文有个片语,叫做be fed up with 某人或者是某一件事 我们中文就可以翻成受购了,这些都是额外的补充 好,所以呢,这只母狗呢,started feeding 好,它开始去喂养它的小狗 好,什么时候喂养它的小狗呢? after she gave birth to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在它怎么之后呢?gave birth to 那这边用gave,是因为呢,give的过去式是give 这件事情呢,把小狗生下来就变成过去了 所以这边你要用过去式的动词 在它生了六只可爱的cute,可爱的puppies 是小狗的意思 好,那puppies这个字呢,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它原本是y结尾的,复数你要把y去掉 再加上ies 好,所以呢,这个片语give birth to 中文生孩子